我整件都是用手縫 先說一下 我整件都是用手縫 再加上我耐心很爛 所以做工部分非常感人 髒眼還請見諒 同時我也會將客家精神發言崩大 盡量再利用拆下的材料 算是縫線 魔鬼毯之類的 看得出來我是一個營養不良的身型 穿的背心必須是S號 因此我必須 先從前板帶開始 欣賞一下這高精起伏 改成純魔力的樣式 內帶的伸縮帶和魔鬼毯拆除並縫合 然後還發現模擬間鋸每一個是正常的 有一個還特別歪 我只有把特別歪的那個復原 讓我會累死 把原本拿來穿拉承的紙帶縫在下方當拉環 縫上魔鬼站和紙帶作為接點 外調的行政帶模擬縫線和開口大小復原 你猜怎麼著 行政帶內的伸縮帶也是縫歪的 為了一起拆線復原 外側縫上垂直直 外側縫上垂直織帶和雙面魔鬼站 魔鬼站除了可以整線 還可以防止扣具晃動 織帶用於暗中placker 原本前板接點的魔鬼站拆除 布料拆斷 底部做出排水孔 前板接點改成跟JPC2.0一樣的毛面魔力織帶 板帶魔鬼站邊緣縫上織帶 改成給側縫穿的通道 板帶拉平拆除 魔鬼站還原成JPC的樣子 大面積毛面可以hold住更大的抗能板 背心本體仿Edge來B字型織帶 延伸到帶體中間 可以很好的分散壓力 內側8格再加外部2格 一共10個加固點 那是使用者喜好更換扣具 布裝扣具也能單獨使用 背面改成毛面 剪帶接點和AVS類似 但是增加了一整面沾黏範圍 難遂使用者身形做調整 大面積的毛面也可以很好的 黏貼散熱墊或散熱條 側編為雙層伸縮帶 背面垂直直帶拆除 開完才發現有一個偷懶的眉甲骨 眼不見為近似吧 毛裡縫上毛面 這個小通道是給束帶或彈力繩穿的 拿來收納固定救援提拔或整線 背面縫上安裝馬甲的毛裡條 同時也是側圍的接點 縫Shark Concept的側邊魔鬼沾 主要目標是為了收緊板帶 讓毛裡面盡可能的緊繃 也能保護側邊伸縮帶不會在側圍彎曲時 造成的拉伸耳皮法 不使用時也能用來整線 拼到靠邊的側圍 對我用的太硬了 內側圍毛面 可以黏貼軟墊或側板帶 Cobra快拆仿Vero 可拆卸肩帶 下方有毛面 可以跟肩墊連合 用Mag Force 3D肩墊特別寬改的Pick肩墊 我肩帶前面安裝Cobra Co 後面跟AVS一樣裝雙D環 可以隨使用者的身形做旋轉 也能很好的咬出織帶 側圍一邊裝了魔鬼沾 因為這一側我要裝重量較大的無線墊 所以我希望這邊的側圍能比較穩一點 這應該是我目前噴最多Coco的改造 雖然我沒在記 但最貴的應該是那幾個Cobra Co 至於之前提到的馬甲和側板帶 我會在之後的全身裝備設置裡一併介紹 喔對了 如果你好奇奧古的側圍後來變成怎樣 如果我會再次見到你又 我會再次見到你又 我會再次見到你又 我會再次見到你又